來 院長 請教一下 裴偉說他自己碰瘋 因為這件事情當然關係到蔡英文總統跟蘇院長 那 院長也再三的表明你絕對沒有介入這件事情 那 院長 但是不斷大家都認為說 其實靜電視的確是有特殊的待遇 這個你 你承認嗎 院長 那不就對起來了嗎 我們一開始第一時間就夥認 結果他現在也承認是他自己碰瘋 那這不就對好了嗎 院長 外界執意 我講的正確 他也承認了 院長 但是在這個部分裡面 院長 你願意就抓或者斬雞頭說你真的沒有介入嗎 不必要做這種事 如果每一個這個當事人之間鼻子或者股東糾紋等等 都一個國會議員 跑到這裡來說院長要不要講雞頭 那這個就會被外界傳委大笑話了 所以院長覺得反正不需要啦 院長再三保證就可以了 我已經在國會殿堂斬丁截鐵說沒有 府王 府王也發信誤到火熱 他現在他也承認是他自己痛喔 了解 了解 好不好 院長請教一下 沒關係那個陳主委你已經OK了 來 院長請教一下 你當然現在輔選 因為選舉快到了 你的輔選很熱烈 全台在輔選 請問外界認為這個是所謂的隔魁保衛戰 院長想要說說 什麼對於這一件事有什麼評論嗎 院長 隔魁要保衛的是行政團隊的效力 跟執行力 隔魁不是保衛自己的位置 而隔魁這個位置也不需要隔魁來保衛 一個隔魁做到要來保衛自己的位置了 那這種隔魁 那就好笑 來 但是院長也不諱言啦 大家都知道包含每一個政黨的主席 甚至於執政時候的行政院長 都跟選舉的成敗有很大的關係 院長 你不覺得嗎 院長 道說行政院長是應該 跟政府的施政承辦有絕對關係 選舉應該是黨的事情 所以院長覺得 假如民進黨選得好的話 那跟行政團隊有什麼關係 選不好又跟行政團隊有什麼關係 不能說沒關係 因為政績如果不好 那還選什麼 對不對 所以啦 所以院長 所以這個好 你真的要加油啦 對啊 謝謝 謝謝 這個年底 好啦沒關係 院長你自己在那個 我來請教總預算的問題 院長 明年總預算的稅出兩兆七千一百九十一億 比今年暴增了四千六百八十億 大幅成長百分之二十點八 創下民國八十三年以來最大的增幅 那院長 總預算暴增的原因是什麼 表示國力增強 國力增強 院長本席認為是因為你已經編了四項特別預算 二點一六兆元啊 你已經沒有辦法再編列特別預算 這才是主要的原因吧 因為過去這四項你想想看 我們紓困振興 防災那個 武漢那個新冠肺炎 新式戰機採購 前瞻紀錄建設 海空戰力提升 這兩兆多耶 委員 你是專家 特別預算要編列有特別預算的條件 還得要經過貴院統一 這都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他 這裡不行 去年喔 我們來 市長在這邊喔 去年稅收超收了四千零三十 四億 明年稅入樂觀的 孤裂成長會百分之十三 那明年的總預算稅數會暴增四千六百八十億 這樣會不會讓政府 誤以為財政狀況穩健 你勇敢的去花錢 但是卻導致了財政的反轉來惡化 會不會 這個正好相反 第一 是因為國人同胞一體努力 我們稅入 也就是早上也有很多委員說 我們超休了四千多億 其實這就是 我剛才說的 國家在財力上有增強 第二方面是 我們要做很多事情 施政有其需要 所以 本席要提醒你 我們以今年為例 金融跟產業的獲利其實都已經在縮減 股市的量能也在縮減 企業的投資跟民間的消費都在衰退 這個我想主席長 市長應該會同意吧 那明年收支差恐怕會超過兩千億 這會成為財政惡化的開端 所以本席真的建議 行政院在這一個部分 好好的來思索怎麼做 因為 大家都在講 接下來很可能景氣會反轉 你想想看 美國的股市也好 台灣的股市也好 它的確是在往下滑的 所以這一點本席是提醒行政院 希望行政院好好的來思考 另外 這邊 我們也是很謹慎的 是 8月17號 蘇建榮部長接受周育寇廣播的專訪 他說截至去年底四年多以來 總預算實質的還債三千七百億 然後今年的企業也還本九百六十億 讓國家的財政更具有韌性 周育寇還稱蘇建榮是最會常債的部長 說您蘇貞昌院長啊 是最會常債的政府 可是 院長啊 107年7月底 中央政府債務未長余額是五兆四千六百零七億 每個人的負債是二十點 二三點二萬 到了今年的九月啊 我們現在是五兆七千九百八十八億 每個人的債務是二十五萬 你扣掉已經償還的四千六百六十億 還增加債務 合計八千零四十一億啊 院長 這可是最會借錢的部長跟最會借錢的政府 不過你這個歪到這邊不對啦 我請財政市長給你講一下 報告委員 就是剛才委員提到了 就是剛才蘇部長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他這個從107年到現在為止 那實際上已經實質還債是四千八百億 這個不是舉薪還救 這個是實質的減債 這是第一點說明 可是你有借薪 可是你要另外借了啊 那第二點說明就是如果是從這個 在線的比例來講 105年的在線比例是百分之三十三 那逐年降到去年的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 目前是多少呢 目前是百分之二十八點五 這個在世界上來講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另外從這個 這個未長月來講的話 105年那時候是五點三兆 到五點三兆 到今年的九月 也就到今年的九月 那麼我們的未長月是達到五點七兆 競增加是三千四百億 但是如果扣掉 如果扣掉這個 是不是可以讓我講 就是如果扣掉這個疫情的這個 這個預算的話 那實際上還是減少的 院長 這個委員 院長 我一句話 委員一句話 如果我這樣不是在分黨派啦 只是比較前面馬政府八年 負債一兆七千多億 增加一兆七千多億喔 蔡政府連這個防疫預算 只增加不能說啊這很好啦 但只增加三千七百億 所以比起馬英 政府你看這兩個 院長啊 要是馬英九做得很好的話 今天輪不到你站在這裡啦 不是這樣講啦 不是嗎 是說大家 你什麼都要 又要勘托馬英九 說笑話啊對不對 當家都很辛苦啦 我不是講他 怎樣啦 我是說 你看 我們真的是借勝總計 剩下四分鐘 不用勘托 院長 我沒有勘托是比較 院長 來 我們這裡 尤其去年超收了四千多億的稅收 請教一下 院長有沒有思考 仿效新加坡 修仿還富於民 我們是已經給從小顧到老 你看 最多 現在連租屋主都補租三百億 剛剛開始 昨天錢都進帳戶 來院長 這個部分你們去思考 那我再請教一下 現在這一次增加的總預算這麼多裡面 其中兩千 經濟的發展支出是兩千兩百八十二億 那在這個部分裡面 台電是一千五百億 台電一千五百億 你們這邊說是什麼 說是穩定供電建設方案 預算 但是說實在 其實今年台電可能虧損兩千億 所以你增資他一千五百億 所以這是全民掏錢來補貼台電的財務黑洞 那我想請教的是 你的能源政策造成現在這樣的風險跟承擔 那還是由民眾來承擔嗎 因為蔡英文總統說 十年 電價十年不會大漲的支票 他開了這一張支票 但是 這樣子其實只是用政府的預算 來墊台電錢嘛 那這不就是蔡總統的跳票嗎 對於台電中油的嚴重的虧損 政府有什麼因應的政策 那 行政院會考慮調漲電價來反應他的成本嗎 第一個 那委員講的 台電中油的虧損確實是有虧損 但是這個虧損跟能源政策沒關係 跟全球的能源價格高漲 而且是四五倍的高漲 所以各國都受到這樣的一個影響很大 那這是台灣也沒有辦法免除 因為全球都是漲這麼高 這是第一個 部長 這個就要請教院長 因為很簡單 我也知道全球的燃料價格上漲 但是現在重點來 重點是 你要怎麼樣面對這個問題 你用什麼樣的方法 你現在的做法是 你編了一千五百億去給台電 對不對 你去增資台電 但台電還在實質虧損 那重點是 你要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了解我的意思 就是 不只是 是你怎麼樣來用這個預算的問題 這個有幾個方面 確實對這樣的一個 國際的長期的能源的這樣的 這麼高的上漲 確實要有很多的方法來解決 那當然第一個 政府的增資 那第二個 台電的部分 內部也會去資產重估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 這樣的一個 電價等等 當然我們也都會去評估 那所以有很多的方法 要去執行 好 白星部長 那因為我只剩一分鐘 來院長 接下來我就給您的 接下來是建議 因為我原本要問 但時間已經真的太少 就是 有關於防疫經費 包 這麼大一筆 那7.9億在媒體的宣傳 那真的是很驚人的數字 說實話 現在我們根據相關的法令規定 其實 傳染病防治法 政府就可以徵用 媒體頻道 來做防疫的宣傳 不必花錢耶 那現在7.9億真的是非常的驚人 難道我們是不是在拍奧斯卡的名片嗎 明年還要5億耶 現在流感化 其實新冠已經流感化了 7億裡面那個1922就6.5億 那個是回答民眾防疫問題耶 那不是宣傳耶 那是告訴民眾怎麼防疫 防疫規範 那個7億裡面就6.5億 所以今年的5億也是1966專線的囉 大部分還是 好來院長最後一個問題 1922 1922 院長最後一個問題 花東鐵路何時修復